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 驻日代表谢长廷上午出面表示 已经代表代表处在第一时间致电慰问家属 总统府也决定7月11号全台政府机关 公立学校下半期致议来感念 前首相安倍毕生对台日交流做出的伟大贡献 日本驻台代表全玉泰则透过脸书发文 也希望安倍和前总统李登辉 能在天上一起守候日台 手捧鲜花缓步走进大楼 周六一早陆续有民众来到日台交流协会 对已逝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献花之一 我就是以台湾人的身份来为安倍晋三 这个伟大的政治人物来致敬这样子 他那么挺台湾 我想我今天所做的应该是很多人都想做的 之前疫苗的时候也有生过 然后我们地震的时候他有帮助我们 听到安倍遇刺身亡 隔海台湾民众也同感震惊 无法亲自到场献花的还请花店带送 日台交流协会正在规划场地 让民众来追悼 日本驻台代表全玉泰也在脸书发文悼念 祈祷安倍能在天上和前总统李登辉一起 为日本和台湾强力守候 而驻日代表谢长廷 第一时间也代表政府慰问安倍的家属 不久前才跟安倍见面的谢长廷 回想起相处的点点滴滴感触很深 死上最挺台的日本首相骤然离世 总统府决定在7月11号 全台政府机关和公立学校下半期一天 改念安倍前首相毕生对台日交流 做出的伟大贡献 记者宣声芳林陈志高桥台北日本采访报道